哈喽 你好 我是敏鱼 与你分享正能量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总结吧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难过的甚至是委屈的话 你自己又会怎么样去做决定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每一个人的一个性格 我每一次都会看到有些人说 你变了 你以前不会发脾气 甚至是你不会直接表露你的情绪 怎么在今天的时候就会看到你的一个转变呢 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所谓的改变了 是因为之前的他选择了沉默内耗 但可能久了之后他慢慢知道 沉默也好又或者是内耗 这件事情对行来说真的是损伤很大 所以最后他又会决定选择A 直接发泄 我觉得人每天都在进步也在改变 或许在第一次的时候 他选择是B 沉默内耗 但你并不排除未来的他 他决定做了一个新的改变 或许这个改变才是比较适合他的呢 每一个决定都没有对跟错 只有最适合当下的那个情况的你哦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50分 与你分享正能量继续约定你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